今天是我的生日 也是周末 由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没有计划外出 所以在家里就休息休息 今年呢我们是打了一防针了 我们可以出去 所以我们等一下到中午饭的时候 我们准备到我喜欢的餐馆 去买一点菜回来吃 我就不要自己做了 这是这样的计划的安排 我们在家里休息休息 看看电视 其实还是蛮惬意的 那么早上一起来 先生跟我说了一句 祝我生日快乐 其实我还是蛮高兴的 年纪大了以后 对别的要求 比如像吃的要求 就没有那么高了 那么对家里的问候 才倍感亲切 我今天就录一下 我一天三顿我吃了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 全纸牛奶 每天早上就一个蛋 那我昨天做的是茶叶蛋 那里面三分之一勺 含粗纤维比较高 所以我吃一碗这个东西 放到牛奶里面 再吃一个蛋的话 这样的话到中午12点 我都不会饿 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吃的 没有什么变化 中午我们开车到附近的中餐馆 去买食物 这个餐馆是我比较喜欢的 已经两年都没去了 这个就是从中餐馆里面 买回来的 很可惜的是 由于疫情的关系 中餐馆的里面 已经关掉了三分之一 剩下来一点点的地方 也就是烧一些比较常见的菜 给美国人吃的 我爱吃的不多 所以就买了这些 总共20块钱不到 下午收到一个生日的小惊喜 本来在网上订的这些零食 是要过几天才能来的 想不到今天正好我过生日的时候 它来了 而且今天是星期天 更想不到星期天还可以有送货的 有点小惊喜 下午看电视 有零食吃了 晚上就吃了一点阳春面 外加一个小甜点 谢谢大家